1933年 国军南昌新营来了个特殊的囚犯 他穿着一身蓝绿的囚服 但霸气外露 身边围着一群国民党将军 一边听着他的训斥 一边对他陪着笑脸 这囚犯是红军的大官 那些平日里下手 能比狼都狠的军官们 对他头疼至极 不敢放也不敢动 没过多久 蒋介石也飞奔赶来了 蒋介石对红军下手极狠 在他发给前线的电报里 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就是就地枪决 渐电力决 甚至哪怕是抓住了 共产党的一号人物向中发 他也是看都不看 就让人处决 凭啥这个人就这么特殊 因为这个人是蒋介石 最优秀的学生 救命恩人陈庚 一说起陈庚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吕云龙的旅长 众所周知 吕云龙天王老子都不怕 就怕旅长陈庚 由此可得 陈庚大于天王老子 其实这还真不是 吕云龙太怂 不敢跟旅长干一架 而是陈庚太猛 吕云龙是艺术作品里 编出来的传奇人物 但旅长陈庚 是活生生的传奇 润武 陈庚能带着赶死队冲锋陷阵 抢先登城 中弹以后 还愣是把子弹抠出来 继续冲锋 越近下侯蹲 都甘败下风 论文 他纵横上海十里洋场 长袖上午 三教九流 各路人马都对他毕恭毕敬 来武引去无踪 把敌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进 能亲自带逼 上场杀敌 退 能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是全能大将传奇中的传奇 李云龙加赵刚绑一块 也没成根一个人努力 大家好 我是南瓜 上次说刺客信条 大清末日时 我们就提到了成根带队 在上海出叛徒的事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个李云龙最怕的男人 成根 1924年 470个人 从印者如云的报名者里 脱颖而出 成为了黄浦军校第一期学生 在入学登记表上 有个报名者的口气非常牛逼 上来就计划好 捐区报国了 他说 我要锻炼成一个 有革命精神的军人 来为主义牺牲 在宗教信仰一来 这人写道 我不信仰任何宗教 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 就是我的宗教 这个字迹清秀 看着丝丝纹纹的报名者 就是成根 当时他才21岁 但已经是打过八年仗的老兵了 成根出身乡军家族 从小就渴望善战场 建功立业 再加上为了逃婚 成根14岁就跑出来参军 护法运动 讨伐无佩服 张静瑶他都参加过 和旅长比起来 1927年才参军的李云龙 就是个新兵蛋子 不过八年军旅生涯 让成根第一次对前途 感到了迷茫 他最初以为 自己只要喊着革命口号 拼死打仗 就能上报国家 下安理 可旧军队里乌烟瘴气 欺上埋下 虐待士兵 鱼肉百姓的事情 是司空见惯 于是成根放弃了 小军官的职务 来到了长沙 接触到了新青年 湘江评论等 当时有先进思想的刊物 1922年 19岁的成根就入了岛 国民大革命 是成根崭露头角的转折点 他满心认为 国共合作的大仇 能抵挡军阀屠夫 列强买办 抱着打出一个 太平世界的想法 成根考进了皇埔军校 毕业考试前一个月 广东军阀陈久明 突然叛变 学校干脆就不考试 直接战场上见真章 皇埔学校一群学生 看着瑟瑟我们 但战场上却一个比一个狠 而成根在这个 狠人云集的毕业考试 也是名列前茅的 考伐陈久明时 每当敌军借助陈强玩抗时 成根就让战友 用机枪猛打城头掩护 自己前胸挂满炸弹 扑到城下 对天轰炸 在望远镜 蒋介石看着成根 生悲砍刀 趁着敌人被炸猛时 一手持薄荷枪 一手攀着云梯 飞速登城 一路杀过去 无人敢当 成根的表现 让蒋介石如获至宝 赶紧调他 来当自己的警卫连长 不过成根也不是一位的忙 搞警卫 也布置得非常细致妥贴 在华阳督战的时候 蒋校长吃了败掌 来包围的敌人 就一两底地了 偏偏这个时候 蒋校长心灰意冷 闹情绪 要拔枪自杀 成根眼疾手快 劈手夺过手枪 让他不要意气用事 蒋校长勉强听了 可看见敌人越追越近 他吓得腿软了 跑不动 这时候成根就一把背起蒋校长 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地 救了蒋校长一命 亮剑里 李云龙论自台背的时候 很喜欢炫耀自己 当初背过什么 他老炫耀说 自己背的是快慢机 比丁伟孔杰的老套筒高级 还炫耀自己背过 吹尸般的大黑锅 估计旅长在旁边 听他吹牛的时候 心里就在笑 你小子在我面前吹什么牛逼 你背的是什么 老子当初背的是什么 几场仗打下来 成根在黄埔军校是人尽皆知 号称黄埔三杰 当时黄埔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蒋先云的笔 贺中涵的嘴 淋不过成根的腿 大家都说 成根是校长的救命恩人 高深指日可待 但成根却不这么看 因为在惠州战役时 成根发现 蒋校长总是一边打仗 一边用收尾机 替上海的股市行情 还惦记来黄埔前炒股发财的 纸醉金迷 成根当时就觉得 这不是个干大事的 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不能跟着这种人混 1926年 当党组织选派人才 去苏联学习情报作战技巧时 成根就借此机会前往苏联 去学习自己从未接触过的谍报技术 果然 当北伐军开到上海后 蒋介石悍然叛变革命 把头刀砍向了 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 在1927年4月份的上海 满街都是错误在抓人 有的甚至看你头发梭的整齐 一斗里插了钢笔 上个共产党就给你当街杀了 一度有五万七千人的共产党 经过大屠杀之后 人数锐减到一万人总 诶 我当初舍命救的校长 现在叛变革命了 我咋就不能跟校长干一家呢 于是 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成根 南下参加南昌起义 结果在断后的时候 他腿上又中了三枪 被送到医院治疗 本来按照医生的看法 最好是截肢 但成根以后还要革命 坚决不肯截肢 要保守治疗 保守疗法虽然能保住腿 却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因为医生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用刀 把成根腿上的烂肉刮掉一次 而且那时候麻醉要少 等于是隔几天 就要来一次刮骨疗毒 可成根依然每次都保持笑容 忍着钻心的痛 护士们谈笑风生 战斗力差不多等于一个关语 出院以后 成根并没有得到休息的机会 白色恐怖时期 蒋校长到处抓人 周总理下令 组建一个情报机关 中央特科 来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作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上海的环境极其复杂 除了国民党的军警献特 有青帮 流氓 还有租借的外国间谍和巡捕 简直就是阎王殿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带队 不仅要能文能武 积极敏锐 还得有极广的人脉 到哪里都能吃得开 想来想去 能文能武 人脉广 专业对口的成根 是最适合的 成根在上海搞情报工作 有多猛呢 他甚至能让敌人花钱 请成根抓成根 1928年4月开始 上海滩者突然冒出个叫王庸的大佬 此人消息灵通 只要前到位 啥都能打听出来 有人说 他是西装革履的洋人 有人说 他是娇恨傲慢的国民党军官 还有人说 他是头戴鸭舌帽的特务 或者是长跑马挂的商人 有人说 王庸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喜欢用甜腻的语人 骂人小吃了 也有人说 此人明明是个山东汉子 其实 这个王庸就是成根 因为懂设议 外语 再加上在苏联学到化妆技巧 成根在工作中 同时用好几个身份 今天帮法国巡捕抓青帮 明天给国民党特务介绍生意 身份随用随换 从不出错 堪称时间管理大师 一来二去 这些人都知道 王庸能帮自己大忙 什么租借巡捕房 国民党特务科 都大门敞开 奉他为上宾 当时 法租借的巡捕房 就闹过这样一个笑话 他们接了一个任务 要抓成根 但巡捕房的头 不知道从哪下手 于是又找到神通广大的王庸 问他 王先生 国党让我帮个忙 想抓一个叫成根的人 您认识吗 让成根抓成根 抓捕周树人 跟我鲁迅有什么关系 因为三教九流都混得开 成根的情报能力极强 叛徒白星出卖筒之后 被国民党特务 24小时贴身保护 整天躲在自己的公关里不出来 但哪怕这样 成根还是通过 安插在各处的地下 找到了白星的藏身处 探听到了白星 想要偷偷逃离上海的详细时间 就在白星出门上车的时候 几步路的空挡 成根就带着队冲了出 将其当场击兵 第二天 整个上海滩暴走的头条 都在报道霞飞路的特大悬案 白星案让中央特科的红队 威震上海 探图和特务们是弹枝色变 在当时的上海滩 成根就是实力扬长 有名的尊厚者 想抓他的敌人 把寻补防的门槛都给踢破了 但连他的一根毛都带不着 而且成根搞情报工作 思路非常不确 最好的情报工作 就是打入敌人的心脏 有个叫杨登银的中统特务 因为早年读过一些马列 陈立夫就让他来负责抓共产党 但他同情共产党 就主动上门找成根 让他给自己找个 两边不得罪的出路 于是成根答应 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 提供给杨登银 帮助他不断上位 请他在关键时刻 出手帮助共产党 等于说蒋校长 在上海 专抓共产党的特务机关 从刚成立那天起 核心人物就同共了 随着杨登银权位越来越高 许多叛徒投敌时 第一时间就得找他 而他转手就把消息通报给成根 让他安排撤离和出监 打个比方 杨登银就是守核待兔的老人 结果叛徒人就像兔子一样 愣是排队队 真仙恐后地往树上撞 这操作还不是最少 总统的负责人徐恩增 他的基要秘书钱壮飞 也是地下党 蒋校长又回 想在东北安插特务 就把这事丢给徐恩增 徐恩增又把这事丢给钱壮飞 钱壮飞就来告诉全根 全根一听 啊这不是白嫖蒋校长 呸 这不是白嫖情报的好机会吗 于是全根就跟着钱壮飞一块 花着蒋校长的钱 用着蒋校长机关的护照 光明正大地接触东北军 还把蒋校长拨的经费 建了个组织 表面上归蒋校长指挥 但成员全是地下党 等到要交差的时候 全根就让尔克农和钱壮飞 捡点编料丢给蒋校长 更离谱的是 由于蒋校长的情报机构 过于拉垮 成根喝剩下的汤 他都觉得如获之宝 徐恩增把钱壮飞当作特工奇才 大家褒奖 云亦中用 如果成根和钱壮飞来演个小品 那小品对话八成是这样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有啥分他还得泄酒 泄酒 你看看 建国后 有一次成根和儿子一起看一部谍战片 51号兵战 一开始成根的儿子不太相信剧情 说这电影真能吹你 日本人占领 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 这共产党员又弄紧车 又化脏成日本宪兵 吹你 成根听完就骂着说 你懂个屁 当时我们在上海就是这样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有三二年 当时鲁迅想写一部 关于苏区红军题材的小说 但鲁迅不大熟悉战斗的情况 一直动不了笔 正好成根因为致腿伤 来到了上海 顺带写点宣传素材 鲁迅一看材料 就被他的文笔打动 约成根到家里聊天 成根也就成了共和国大将领 唯一一个见过鲁迅的 虽然小说最后没完成 但成根给他画的鳄鱼碗 根据地形式图 鲁迅一直都保留着 可惜的是 就在这次赶回江西苏区的路上 成根阴差阳错 撞见了一个认识自己的叛徒 鲁迅被捕 别人被蒋校长逮住 都慌得不行 但成根被逮住 是蒋校长慌得不行 因为成根在黄埔系人尽皆知 即使中山先生的警卫 又在前线冲锋县镇 跟各路将领都是过命的交情 成根刚被捕 来捞他的人就一波接一波 级别一个比个大 到后来宋庆龄都亲自上门 要求把成根放了 蒋这时也很爱成根的才华 他知道自己最常用的高官后路 乡车美色 对这人都没笑 就摆出老相长的架势 拿家国大义来劝说 国家弄得这样糟 每天都有人在流血 中国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结果 成根没有半点 当初做学生时候的情绪 直接拆穿了 谁造成这样的局面 大家心里有数 怎么 发动内战的责任 还要我们共产党来赴吗 你中毒太深 你中毒太深 蒋介石很没面子 又拿施展才华来诱惑 你还年轻 我可以原谅你 你来我这带兵 指挥哪个时都可以 指挥国军打红军 成根又呛了他一领 蒋介石觉得太没面子了 又找补说 你觉得不妥的话 可以到第三军去当参谋长 也可以回南军当卫书司令 躲在幕后杀我们的人 这一句嘲讽声音 大的卫兵都听到 搞得蒋介石吓不来台 气得他哇哇大叫 你这个态度 你应该毁过 毁过 但到最后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 也没杀这个学生 毕竟他还要靠着 黄埔的学生打天下呢 谁都知道 当初成根救了他的命 杀了救命恩人 谁还会帮这种人卖命 所以蒋校长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让看守松懈一点 让地下党救走了成根 几经辗转 从蒋校长手里逃出来 成根又在苏区继续带兵打仗 他的部队以号战著称 长征路上 成根带的第十三大队被几倍的敌人包围 却愣是打的敌人抱头鼠窜 拿下了六盘山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慢卷西风 今日长鹰在手 何时复住苍龙 红军东征抗日的时候 碰到阎西山阻挠 成根带着红一师东进 碰上了阎西山的王牌部队独立二旅 绰号满天飞 在中原大战攻武武克 是精锐中的精锐 但成根打的就是精锐 只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就全歼独立第二旅第四团 但的满天飞变成了满地爬 打的也是像坐立不安 抗日战争时期 成根也是屡见其功 抗日战争打的很艰苦 成根的妻子王根一 因为掩护部队撤退 被鬼子用刺刀杀害 而成根没有像电视剧里一样 有带着意大利炮去救你的机会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成根还是带出了一只脱不滑 打不烂的386旅 套用吕云龙的话说就是 我刚负责386旅的时候 部队装备很差 部队缺少训练 最重要的是缺少步枪 神头战役出击 我补充团出发作战的时候 居然是扛着长矛上的战场 就这样 一隐的战士喊着口号 用此长矛换取敌之38式步枪 奋勇冲锋 既然有用长矛刺死敌兵11人的猛男 后来魏力皇给发了批武器 我运完之后去找市长药 你猜市长怎么说 他说魏力皇将军送的武器弹药 运的再多也不给你激功 你别在我面前摆困难 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都总部说了算 我说了不算 我故意跟市长说 您说了不算呀 早知道这样 我去总部找猪老总要去 就这么着 那批装备才都给我们捋 手里的家伙好 咱腰杆子就硬 没有这些个东西 我能打的日本鬼子恨得我牙牙呀 就像电视剧里一样 1943年10月 港村宁次亲自策划了一个铁棍扫荡战术 还洋洋得意的从各地 调来了是180多个军官 组了个战地观光团 向他们炫耀港村宁次司令官的军事杰作 结果 陈庚拿到情报之后 通过地图断定 日军避走邻屯公路 他一高人胆大 就安排往近山带着石榴团提前去埋伏 只不过 陈庚可没给鬼子跟自己拼自掏的机会 只用了三个小时 击毙驴以下军官120人 6个大佐 100多个中队长 日军服部直辰少将当场举招自杀 你既没有情报 又没有指示 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 就一定有战可打 你凭什么 是直觉 还是别的 很简单 凭的是对手 不知道我家旅长的厉害 亮剑里还有一个桥段 是日军被独立团搞得很头疼 就在自己的装甲车上涂上字 专打386旅独立团 其实这事在历史上也真的发生过 只不过日军是被陈庚搞得很头疼 所以写的字是专打386旅 那时候日军进攻进南九路的时候 抓到八六军通讯员后 张口就问 是不是386旅的 而且陈庚只是旅长 是因为国共共同抗认时期编制特殊 他要是愿意跟蒋校长混 当个集团军长都不止 因为蒋校长妻子里亲口说过一句话 五个胡宗男也比不上一个陈庚 就冲旅长的名声 配个骑兵师都不多 抗战结束后 陈庚的角色就不再是独当一面的将领了 因为他技能太过六边形 成了军中不可或缺的救火队长 哪里有事去哪里 陈庚的部队解放云南后 正赶上越南人民 抗击法国殖民者 中央就派陈庚带一个教导团去如法二部 抗法圆月 当然不管是如法还是圆月 陈庚都完成得非常漂亮 有次陈庚安排越军去提前占据有力地形打伏击 结果当天下了长雨 越军居然因为下雨晚出发一个小时 气得成功大骂越军延误战机 结果没想到的是 越军的伏击还是大获全胜 因为法军也因为下雨晚出发了一小时 一时雨量 卧龙凤出 陈庚在日记里写道 越南和法帝真是一对绝妙的对手 两方的战斗力不相上下 法军从未主动冲过风 每次都是摆着挨打的架子 越南部队行动之迟缓 动作之不积极 军出乎我预料之外 因此每次战斗都几乎形成相吃俱美 反映一下就是 旗鼓相当的对手 离开越南战场后 已经年近半百的陈庚 依然在祖国和人民 最需要他的地方来回奔波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 陈庚拖着伤上加伤的双腿 来到千里冰封的朝鲜战场 为了和美军打阵地战 陈庚把淮海战役中 壕沟站 坑道站 推广起来 搞起了地下钢铁长城 正是这些攻势 让志愿军能在抗住美军炮火后 诱敌深入 打他们个出其不一 1952年3月26日 陈庚又被叫回国内 负责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工程学院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哈军工 作为校长陈庚 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了教授 自己带着家人 住在边上的小破楼里 每当他穿上变装 谁也看不出 这个老农民打扮的人 居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58岁生日那天 心脏绞痛的陈庚 破天荒向家人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提了一个要求 想吃一碗雪菜肉丝面 吃完面条以后 陈庚又抓紧去雪报告 争分夺秒地 安排了好几项工作 等家人叫他没有回应时 大家才发现 陈庚已经倒在了地上 这位神经百战的老将军 离开了这个世界 纵观陈庚大将的一生 他既有李云龙的勇武善战 又有艳双音的神鬼莫测 更兼身怀多种绝技 连美食摄影都玩得很溜 很多开国元勋回忆 陈庚是个非常幽默的人 他可及的时候 会直接端着教员的杯子喝水 为了给彭老总补充营养 还会骗彭老总去吃肉 还偷换彭总的水 给他灌了一大碗酒 但就在他把笑声 留给同志的背后 他把眼泪和血汗都留给了自己 在日记里 陈庚曾悲痛地怀念 被敌人杀害的妻子 在深夜无人时 默默地流泪 每到了冬天 他腿上的伤口 总是剧痛难忍 但他却总是假装无事 要把麻药让给伤员 这样一个人生近乎无敌 人品无可挑剔的男人 你说 李云龙能不怕他吗